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话是这一台 G4代的2017年52年第一 那它是柴油的版本 那我们首先从外观开始做一个介绍 可以看到它 永远不变的一个鼻孔 它是可以做一个起闭的 LED头灯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搭载的话是17寸的铝圈 那我们再来看到车身 门把这里都有一个免Key 后视镜有一个横点侦测 那我们再来看到后行李箱的部分 轿车就是比较偏长 所以它放行李箱非常方便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电尾门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到它G4代的内装 变得相当多就是内装 外观是还好 但是内装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质感上 光看这个仪表 全彩的液晶仪表 还可以做一个模式切换 这边的模式啊整个风格也会不一样 那我们这一台它是跑了几公里呢 这台的里程是8万一 里程做一个单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方向盘 这个有电速跟音响快播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 换挡拨片 它的中控的部分 就是比较偏驾驶导向 整个质感就是整个大提升 主被动的安全系统 导航啊 前后雷达一些资讯 整个大萤幕 那这台还有一个选HK的音响 这里就是做一个鸡腿排档 然后电子手刹车 中间有一个旋钮 整个木质的一个内饰 就质感整个大提升 再来看到它 这台那么大台嘛 无系列 它还有一个倒车先驿嘛 主要还有一个雷达 前雷达跟后雷达的一个雷达的警示功能 对 所以在你停车的时候相当当的方便 对我们这台2017年G4代520D有兴趣的朋友 赶快找我们灌达汽车闪车吧 那如果喜欢我们这支影片 按赞订阅加分享 谢谢 拜拜 实在就是SUM